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锦鱼 黄锦鱼就是超级猛男 很多花美男子而遇到黄锦鱼都会显得非常的娇小啊 黄锦鱼长得高大 187的大长腿 在内鱼都是饰演硬汉军人的形象 所以黄锦鱼也是内鱼中的超级猛男了 为何防暴队很好看 加油黄锦鱼 期待你的新剧 第十三名徐凯 立身之道 莫先于笑剃中信息 185大长腿帅哥徐凯长得十分的阴挺 五官也是一角啊 出道多年的徐凯一直没有低谷 都是稳扎稳打的 《沿袭攻略》里面那个傅茶横简直是一眼万娘 第十二名张灵鹤 张灵鹤从《苍蓝绝》中的男二迅速获得关注 他饰演的仙君简直是太飘逸了 帅到爆 后来张灵鹤因为云之语直接爆火 简直帅呆了 在和白鹿主演的《宁安如梦》中 张灵鹤更是展现了战烈的演技 帅到爆 加油张灵鹤 期待你的杜年华四海重名胡摇小红娘 第十一名宋威龙 宋威这个超级性感的浓延系大帅哥 虽然一直没有爆火 但是呀饰演的袁颂一直在大家心里 帅到爆 这样一个超级帅哥 在内鱼的发展全靠颜值啊 在《双男主茶案》剧中背景百燃秒了 主要是宋威龙的眼神戏相对较弱 加油宋威龙 第十名宋威龙 这就是他想出来的路 只要你想 就会有路 龚俊为什么能够那么爆火 那一定是因为龚俊那超高的颜值了 他古偶剧和线偶剧都是相当的出圈的 CP感爆棚 可拿可拿了 从山河令爆火后 龚俊都饰演线偶爱情剧 也是相当的出彩了 最近他的狐妖小红娘也是让喜欢龚俊的人超级期待啊 第九名李宪 李宪就是性感脾帅大直男 他身上没有一点阴油的气质 长相好 非常的硬朗 这样的男语人辨识度最高 李宪三部线偶剧爆火 从亲爱的热爱的群青闪耀式春色寄情人总的演艺都想到出彩 内宇很少有男语人紧紧通过线偶剧爆火的 大家都是鼓我剧爆火出拳 加油李宪 你最帅 第八名朱一龙 第一次战场舞台 跟观众有一个交流之后 听说就觉得自己很热爱的舞台 影帝朱一龙长得也是非常的温婉帅气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两个字干净 非常纯粹的干净 虽然在内宇打平多年成为影帝 但是朱一龙身上那种清新的少年感还在 喜欢朱一龙的眼睛 清澈明亮 从震魂叛逆者到人生大事 朱一龙早已经华丽转身 影帝实至名归 他出任北京电影节天坛讲主评委 也是妥妥的实至名归 加油朱一龙 么么的 第七名王赫帝 四川大帅哥王赫帝也是内宇颜值的佼佼者 长得超级帅 五官看起来十分的金贵 很多人说王赫帝的帅是因为吃装的原因 其实王赫帝就算是素颜也是相当的耐打 最帅到明寺最帅的东方清仓 加油 第六名陈兴旭 陈兴旭就是行走的荷尔蒙 行走的大帅哥 长得帅眼技好 如果资源再好一点 早就爆火了 这样一个全美的男子真的是内宇中的一道风景 又素又A 性感八总 最帅的谭玄林 最帅的杨康 最帅的李承鄞 加油陈兴旭 期待你的新剧消极清壤 第五名刘学义 儿子不过是想寻一人寻不到 难受得好 原来在很多爆火剧中都有刘学义的身影 只是大家没有关注到这样一个绝美的男子而已 这就是折射了内宇的现状 火不火和颜值没有关系 必须有优质的剧本 男主剧 所以刘学义终于因为花间令中的帅哥攀岳爆火出圈了 加油刘学义 你最近的热播剧生活在别处的我也是相当的不错 第四名陈晓 爱 迷人眼 恨 乱人心 陈晓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 他的颜值和演技一直备受观众赞誉 确实 陈晓的颜值超级耐打 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装都能轻松驾驭 展现出不同的魅力 他的古装造型尤为绝美 而现代装则显得时尚爆棚 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除了颜值出众 陈晓的演技更是炸裂 他能够深入角色 将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神雕侠侣》中的杨过 还是那年《花开月正元》中的沈欣怡 他都用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观众 陈晓的演艺事业一直备受关注 他也在不断地挑战自我 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对于即将上映的大声音人 我们更是期待他在其中的表现 相信他一定会用出色的演技和颜值 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和心灵的盛演 让我们一起为陈晓加油 期待他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表演 第三名 阳阳 杨阳最近的凡人休闲传宣传图简直帅呆了 不愧是原生太大帅哥 杨阳从出道至今几乎走得非常的顺畅 因为颜值绝美 演技精湛 所以杨阳爆火至今也是内鱼的断层顶流 加油大帅哥 第二名王一波 王一波的确是一位多才多艺且备受瞩目的艺人 他在内于借以其出色的颜值 身材和全方位的才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从陈晴令中的《蓝忘记》一角开始 王一波的精湛演技和卷美容研究吸引了众多粉丝 他的表演自然真实 深入人心 将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诠释得淋漓尽致 随后 在《威和防暴队》等作品中 王一波也继续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除了演技出色 王一波还是一位全能的艺人 他的舞蹈功底深厚 舞姿优美 每一次的舞蹈表演都能给观众带来惊喜 同时 他还热爱滑板和摩托 这些运动不仅展现了他的活力与激情 也让他在娱乐圈中读书一致 在影视方面 王一波不仅参演了多部优秀的作品 还涉足了电影领域 展现了更广阔的表演空间 他的歌声也充满了独特的魅力 无论是演唱电视剧插曲还是个人单曲 都能打动人心 王一波的全方位发展让人赞叹不已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作为观众 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热情和专注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表演 加油 酷盖王一波 第一名肖战 肖战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艺人 确实在颜值上有着独特的魅力 然而 对于美的评判标准因人而已 每个人对于美的定义都有所不同 因此 尽管肖战在许多人眼中是帅气的代表 但我们也要尊重其他艺人的独特之处 肖战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功不仅仅源于他的颜值 更得益于他的才华和努力 他在《陈情令》中饰演的魏无羡一角深入人心 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魅力 而在《玉古遥》和《梦中的那片海》等作品中 他也继续展现了自己的精湛演技和独特魅力 当然 肖战的市场影响力和热度也是不可忽视的 他的出色表现和独特魅力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然而 我们也应该看到 一个艺人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外在的条件 更需要内在的实力和努力 对于肖战未来的作品藏海戏 我们充满期待 相信他会在新的角色中继续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同时 我们也希望肖战能够保持初心 继续努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我们要强调的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努力 在欣赏肖战的同时 也要关注其他艺人的优秀表现 共同为娱乐圈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各位网友 有不同意见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